台东基督教医院乙和性致癌中心 医院将携手新建东基癌症医疗大楼 目前向外募款资金缺口仍有8000万元 未来将增购金额1.5亿元的 癌症放射治疗用的直线加速器 台东县长黄建廷特别带头捐出 年终奖金24万元 并发起捐年终驻东基建癌症大楼活动 也许不是很多钱 但是我觉得县府同仁的这个心意 这很重要 因为医疗一直是台东 这个比较欠缺的一个部分 除了我们努力的尽量想办法 跟中央争取资源以外 我觉得民间的这些医疗单位 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帮助台东提升台东的医疗品质 我们县府每一个个人 我觉得都应该一起来参与在这个当中 台东性癌症的发生率不是排名第一 可是癌症标准化死亡率却是全国第一 发现较晚或医疗资源缺乏是主因之一 对于台东能有专业的癌症治疗中心成立 民众相当期待 表示癌症医疗大楼的新建能省下 附外地就疫的时间 可以留在台东当地就近接受治疗 很好啊 对我们老人都有帮助 对东部来讲的确是一个 就是在医疗上的一个保障 那期望未来的一些医疗器材跟医疗的人员 能够进驻在东部 县长黄建廷表示 期盼这次爱心捐款 能够协助台东基督教医院 为东部医疗带来更多有效资源 提升医疗便捷度 免去台东县矮有周车劳顿之苦 并减轻经济负担 也希望县府及所属机关同仁 企业团体也能共襄盛局 原始新闻相关 大圣台东市采管报导